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里路发 我是分析师黄友 为了今天的盘事 今天的主题就是高盘震荡 那今天现在时间是10点39分 然后我已经要大盘的走势 大盘今天开盘在8649左右 这边下跌了 现在下跌了 最低跌到8588 那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由于它现在的指标都位于高档震荡 那今天大盘来讲一开地以后往上涨 不过平盘直接往下去捉杀 表示说现在高档震荡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 那基本上来讲今天预估率上818亿来讲的话 其实实际上还是蛮控制得宜的 那我们看到日线来讲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日线的话低档从7627从这个低点开始往上谈了 谈到8727这个点位 总共上涨了1100多点 那基本上来讲还是符合我跟大家来介绍 这时候这波是属于大盘的多方控盘 不过在整个大趋势是空头底下的话 这个反弹是可以期待的 那这边开始往下跌的时候 各位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它开始接触到连线的时候 其实它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通常来讲不太可能一次就突破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波由外资搁空行情到这里 可能稍微做一个结束 那结束的原因就是说 它碰到了一些压力点 碰到一个压力点 它出现一个十字变盘器来讲的话 其实来讲 它可以做短暂性的修行 也就是说 它在这边做了一些高档性的 加固震荡的话 再来决定它的方向 那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如果从第一档开始讲 一直就是属于利空不断 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 利空不断的时候 把盘式打不下去的时候 它就反转向上人 那反过来讲 假设这个盘面来讲的话 在利多不断的状况之下 它如果还涨不上去 没有办法突破年限的话 观众朋友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你说这里如果有发生了很多的利多的讯息 现在很多利空消息 大概都当股价打不下去了 当发生利多的时候 发现利多消息的时候 可能这边在投资方来讲话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你说当它处于利多不涨的时候 这时候大盘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拉回式的修正整理 可以参考一下 国际主持在讲 昨天到成跌了109点 那这边来讲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于它从长势来讲 跟大家分享过台股 它长势算是比较灵敏的 那美股排行老二 那基本上来讲还是符合我对它的要求 在这一波涨势行情中 跟大家介绍过 从来没有很大的问题点 那这边来讲话 它还是属于会属于高档性的 狭腹性的震荡 只要能够持续的往上去涨的话 其实多头的脉动 多方的脉动没有被破坏掉 多方脉动没有破坏掉的话 其实持股化还是比较安全的 那这边来讲话 当它涨势 如果受到受阻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一下 可能会有转折点的出现 做拉回性的修正整理 在日经史书方面 如果他们国家实施了负利率 由于负利率感觉来讲 它的成效不是那么的好 根据我们央行总裁的宣告 负利率没有办法能够带动 他们的投资 跟他们的职人 把他的钱 可能大部分的日本的投资人 可能会买个保险箱 将他的钱存在他们的家里面 其实这样来讲的话 对实际经济的帮助是不大的 也就是说实施负利率的国家来讲话 其实他股价也是没有很大的涨幅空间 可能必须要日本央行 再做一些有效性的货币政策 或者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才有办法让股市有点做拉抬的作用 那全球股市来讲话 日经指数来讲话 也是来讲 也是符合我对他的需求 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一定要过这个高点 他才有机会 再往上去做突破的动作 假设日经指数没有再突破 往这个高点迈进的时候 或许他的涨势的话 可能会受阻 那就是安倍必须要想出 更多的货币的宽松的政策 使他们股票股价能够有所反应 不然基本上来讲的话 像这种类型的国家的股市的话 其实他操作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上海中和指数方面 跟大家之前分享过了 他在这边做一个狭浮性的震荡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狭浮 那基本上来讲 由于上海指数 跟大家来 前几次跟大家反应过 他应该大陆国民 现在在水深火热时中 因为他们来讲 他们长势真的不如预期 而且还是很多 他们必须提出非常多的一个政策的方案 才能那么的股价能够有所表现 因为他们的资金很多的外讨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们现在股市要表现好 真的不太很容易 不过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所有的国际股市 大部分都会跟着反弹的 假设很多的国家股市都已经谈完了 像这种日本上海股市 如果没有谈的话 或许 未来如果整个趋势又不太好的时候 整个国家股市可能还是会一直的持续的往下去做迈迹 以上进廣告时间 谢谢各位 欢迎回到股市一路发 从中刚开始说起 中刚上次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跟大家讲 由于铁光价格有持续调长的空间 然后由于十三五计划的影响 也是中国有需求在铁光沙 所以他持续往上去攻坚 那到这个时候的话 出现一个是不是有一个诈工题材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短信来讲的话 他其实他涨势都已经稍微有休息的可能性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除非他有拉回了空间以后 才可以持续再偏多看待 这边来讲的话 他由于他的上涨的幅度相相相当的大 那相当大的原因就是说 由于整个趋势来讲 曾经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来分享过 这种股票是有涨势的 那果不其然 他还是维持了他涨势的空间 到这个时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做一个逢高 获利了解的趋势 基本上来讲 铁光沙跌幅了那么深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的 跌幅了这么这么深 往这边开始涨的时候 他就一波可能都涨到底了 那未来他如果能够拉回比较深的时候 做一个狭幅性的震荡 那未来可能台股走路多头的时候 或许这种股票 他也是会有不错的表现的 那从台积电开始说起 台积电最高价是145点多 154.5左右 那基本上前过高点是155块 那这边来讲的话 由于台积电现在属于高档性的 加幅震荡 虽然很多外资调供他的目标价 不过我们以股价来判断的话 其实在指标上有稍微有点短线的背离 但是背离的话 各位朋友不要去害怕他 也不要去做放空的动作 我曾经跟大家讲 这种指标股的股票 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去放空 等到他一个趋势成型的时候 才要去做他的方向性 他现在方向性 真的是属于下互性的震荡而已 其实不要先去让他自由的发展 等到他趋势完成的时候 是有持续向上 还是向上一下子就往下走的时候 或许才有可能去做你要的投资方向 那基本上来讲他还是位于在多头的表态 是没有怀疑的 各位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在大力光来讲的话 全给大家包裹 他由于跌到一两千以下之后 请大家来回50的空单 往上涨的时候接近的年限 果不其然2750 这边就是像一个小型的一个压力 在2750左右以下的时候 其实来讲可以先做一个逢高获利 往下跌的时候 他应该是属于狭腹性的震荡 你说他如果还要持续向上的时候 应该短线会拉回比较深一点 拉回到近线的时候 他有可能再持续向上的去做攻坚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由于刚转型成为一个小型的一个多方脉动而已 基本上来讲 他一定会做一个在做个打假动作 持续的向上 假设他未来2750没有办法 在被突破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这股票可能短时间可能就不会再有多头的买动了 最近大家比较憨的可能是红下链 那基本上来讲 在群创来讲的话 由于他底部也是属于打底非常非常久 短线来讲 他有定位涨幅的空间 那基本上来讲 他属于底部型的股票上面有连线的压力 基本上来讲 只要呢持续创高的话 可能要到年线的位置是不是那么的困难的 那基本上来讲 只要这种股票在底部打底出来 有一个讯息面的宣布的话 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有他发展的空间 上次跟大家报告过了 00632RT50反应 由于整个大盘情是处在于高档性的震荡 然后我那时候跟大家讲 在这21块的时候附近 请将你的T50反应做迈出的动作 因为那时候已经在一个低档 持续的在做反弹动作了 当这种股票在持续的 在往下跌的时候 由于现在的高档震荡的话 也不就是将这个持股的话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00632R 只要在18.68这个点位 能够持续的手稳的话 做第二根脚 基本上上次跟大家宣布过的 这个高点有机会不会再突破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他由于短线跌幅已经蛮深的 也就是说大盘已经涨幅蛮多的 那我们还可能可以 最近可以试图参考这种型的股票 00632R 是不是大盘如果他往下跌的时候 只要索稳这个点位 18.68这个点位的话 或许他就会有反弹的空间 那大盘可能就会有跌下来的趋势了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报告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除此的资料仅供参考 接着 谢谢观看